有請蔣部長答詢 因為今天有一點討論,我們會把這些意見中整進去,提出一個完整的,下禮拜三來做專案報告 因為你在市政報告第一次就講說,現在的教育資源的使用有這個所謂反重分配,我們當然也希望這個,如果學雜費要調整,是確實能夠有一些重分配的效果 那我們來看,這一次,我們如果說一次就要調漲,百分之六的話 私校一個學期最多到3300元 多數都是國立大學來調,私校就基優的,至少現在的規劃是少數的學校 那平均一天要多支出18.3元,可是你知道嗎,基本工資最近要調漲是267元 它的帳幅只有1.12%,我是說,這樣的一個數字,你可以看到說,其實跟我們所謂的,我們的國民的教育 就業啦,工資的增長其實是落差很大,你可以講,因為以前動漲,你現在要一次帳組 學費的帳組會牽動很多其他生活負擔,尤其對學生來講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說,你知道說大專院校因為經濟困難休學的人數啊 有多少人?大專因為經濟困難休學的人數 這個數字我沒有...沒有,不過我馬上請他們來做提供 建增還是地減? 我...其實應該這樣說啦,我們其實在大學裡面,幅弱的作為上,對於低收入戶,我是全面免學渣費的 然後中低收入戶是減30% 我知道,你不要跟我重複一些政策啦 可是那一些其實,所以我說這個因為經濟因素而休學的 這個其實當然不是容易調查的,可是我還是願意進一步去了解,我覺得它並不一定會成長的 我唸給你聽,這個都是統計出來的數字啦,都是有具體的調查的結果 就大專院校因為經濟困難休學的人數啊 這個100學年度是6607人 然後之前99年度啊,是6454人,是增加的 那我再給你一個數字是碩士班,因經濟困難的休學的人數喔 98學年度是932人 99學年度是977人 100學年度是1125人 換言之,因為經濟困難喔,它直接這樣的歸因,而導致它必須休學的人數是逐年增加 那很清楚喔 經濟困難代表,它當然可能 學費,可能貸款 可能生活上的支出 如果這個學雜費再增加,這個數字會再增加 應該是 這樣的推測是合理的吧 我想我會具體的來看,就是說剛才這些數字,當然我想是調查的 我相信可能也說不定是引用教育部的資訊來做的啦 我想我會進一步的來看 這個,至少我從一作為一個教育部長,我不願意看到有任何一個學生 因為經濟因素,而不能唸書 這個是必須一定要做到,所以不管你剛剛講的6000多 客觀的效果數字是這個樣子吧 6000多,或者說剛才研究生的1100多 我想這個都是很大的數字喔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一定要避免這事情發生 所以在這次學雜費的調整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福樂的這個環節 可以做得更徹底一點 更 能夠更積極一點喔 能夠讓它減少 我知道喔 因為那個報告裡面都有提到 我說這個數字,我剛剛舉兩個數字 一個是基本工資的調帳 跟你這個學雜費的調帳是不成比例 第二個 事實上經濟困難而休學的人數是遞增 不是遞減 那你現在又要加 你說功力再加部分的失利 這6% 這個其實會反映在數字上 那你剛剛講你有一些扶弱啦 對,我想我們具體的配套的方案都應該要做進來 其實應該那個數字即便如果剛才看到說研究生有從900多到1100多 我希望看到的我們會去具體的了解為什麼會有1100多 那6000多是怎麼出來的 應該去讓它有至少要紓解這個現象 我會一定請高教師來做努力 你的政策的規劃並沒有去有效回應這個問題 我說這個會是惡化的 我提醒你啦 因為這就是真正的科學數字 再來 你說如果說明年 GDP有3%的成長 那可以允許再有5%的這個調整 這個是要說那個學校辦學的成本 在一個基準年以上 達到了那個條件 他才做這個 你是念科學的 GDP在台灣已經變成一個迷失了 你知道很多是台灣 下單中國生產 為什麼反應在我們的畢業生的失業率啊 高達15%以上 這個就是你要知道 總體數字是一回事 個體啊 每一個學生畢業之後 他背著學貸然後面對到高失業率 然後現在工資成長 遠遠低於你的學雜費增加 然後確實經濟困難人數 休學人數不斷增加 你現在這個政策下去會跟惡化這個情況 所以 你不能講說你有什麼什麼 弗弱的一些政策就能夠解決 我認為 真正念不下去 的原因 你並沒有徹底的去了解 這個東西啊 如果 動 這個 一次把它漲到6% 然後又允許5% 這個是向他 其實那個6% 其實大概會有3% 會拿到弧弱去做處理 另外我們會再 match 另外的3%左右 所以說其實是政府也會拿一些錢出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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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分的效益 一部分拿出來 你與其用喔 GDP還不能用CPI啦 我是說 這個 這個 SUPER CORRELATION 就是 一個假的虛假相關的東西 來作為一個教育部長念科學 然後 總體的 齁 這個 國民所得數字的增加 我覺得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這個數字喔 對 用GDP的東西把它收為 CPI也提出來了嘛 我們也會做思考嘛 到時候會在 禮拜三會再做進一步回應 同一個個人的學生 他的痛苦指數 來自於失業 來自於通貨膨脹 其實 你通貨膨脹增加 你有可能學費喔 相對喔 學校的負擔 你用GDP是一個最不好的數字 其實GDP是一個動漲的指標啦 意思就是說 其實本來他學會成長 好多年沒有漲 他事實上 已經學會成本高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可能應該遵循他講的 可是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 國際跟部長講的 學費上漲是一模一樣 台電綜合到目前沒有提出任何 結構性的改革方案 然後就是要漲 然後我們去調查了解 其實把很多他經營的不效率浪費 甚至一些弊案都轉移到了 其實大學也面對到這裡 你當然想說你要盡量去改革 我們看不到這個成績 我問你喔 今天喔 很具體我們當時通過這個教育經費啊 的增加一個百分點 是 將近兩百多億 是 然後現在被排擠 到整個喔 就是變成免學費 真的用在高中值 喔這個優質化有限 我 我問部長啦 喔 我來提案 再增加半個百分點 讓你把大餅做大 就說 我知道 這個有時候捉襟見肘啦 你又要 是喔 又要這個 免學費 你又要提升教育品質 你反不反對 你支不支持 這個其實 好幾位委員都提過這個了 不是我現在 議員也提過了 我本期已經提出 修法的提案了 是 站在教育部立場支不支持嘛 大的方向我想我們 當然是 高興看到我們教育預算 能夠有成長啦 這個我不能說 我不支持 可是就是說 當然我也會共體時間 也要看我們 不是啊 整個 內閣之間的這樣的情況 我會做 我其實已經去做努力了 我也跟這個 你是不是講這樣的一個 修法的方向 你不要去講這麼 喔 拐彎抹角的話嘛 大的方向我同意 這一個希望是說 我們最低的這個 經費編列跟 這個相關的話 能夠有機會能夠提高 好 這個大的方向我當然是 部長我跟妳講一個數字啊 台灣嘛 因為政府教育經費站 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在高等教育部分是0.83% 對 %嘛 OECD是1.3% 所以我講這個不是說我們無限制的要去啊 增加預算 而是適度的反應在做一個先進國家 應該有的教育資源的投入跟預算的反應嘛 所以這個數字 講出來你應該是可以 更大聲的講你支持嘛 對 至少朝這個方向再邁進啊 是 我已經說了 我希望說我們從5.84佔GDP總量啊 到6嘛 所以說其實也是大概類似的概念 那個那個總量 其實在這個反應到OECD的水準 我們都 教育部要求再增加 其實並不為過啦 是 好這個是我本期要感謝部長 謝謝 謝謝對於我們的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